不知道 待會我們就在這個沙灘上面啊 就這樣掃一掃 那那個味道散出來的時候啊 那個沙蟲它就會 那個頭啊就會探出來 那我們就去找那個頭 然後就把它拉出來就可以了 現在正準備要漲潮 我們就像這種在這附近找 看看有沒有蛤蜊 剪幾個 欸當耳 OK 抓到蛤蜊了 抓到蛤蜊之後呢 像這樣兩顆嘛 給它拍在一起 那就是有一顆會碎掉 然後就扒這個肉 把那個舌頭那塊肉拿出來 這就是新鮮現成的魚鵝了 那這一顆就先留著 先把這個魚鵝打開 好 我就在這附近抓就好了 我知道那個又看到兩個蛤蜊 在這附近 就找到蛤蜊 這裡蛤蜊真的是蠻多的 這附近好像還有 這裡 這個小的 這個留下來待會兒當耳用 這個啊 就給它沾到水 有點腥味 等一下那個海蟲啊 順著這個水流啊 他們會從下面上來的 它不一定啊 都會在這一塊 如果這一塊沒有 就是要移動 到處走 在浪啊 比較大 所以我們要 上來比較上面啊 水比較淺 會比較好抓一點 看到兩個 兩個已經跑出來了 這裡又出來了 然後這個就趕緊給它塞過來 另一隻手就抵住這裡 OK 我們的第一條 這海蟲就抓到了 很簡單吧 它頭探出來的時候啊 用大拇指給它掐住 又跑不掉了 放到我們的盆裡面 這隻是 這隻就尺寸很好 跟秋夷一樣 這個啊 這算還不大 我之前在別的海灘啊 抓的都挺肥的 海灘其實有差的 有些海灘 躲的那個 那個海蟲啊 就很粗啊 這是我家附近的 所以就隨意抓幾折 選比較大的用 再到前面一點去 尺寸不錯 是不是挺簡單的 這個一條啊 剛好分兩勾 不然就是勾子大一點 就給它一勾掛上去 效果都很好了 效果都很好了 現在有抓了三條啦 有些人 有時會用的 有時會用的 貧囊 在這裡 有時會有很多 無言 就不用了 有時會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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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找到 那邊 有誤會 有時會用的 大一點的讓就來了 這有一個爪子伸出來了 這隻有點細了 要放回去吧 一開始啊我來抓的時候啊 看了網路上的方法 然後到海邊抓 怎麼找啊都找不到 就找不出那個訣竅 是一個當地人看到我在那邊抓很久 然後又抓很少 一個小時只抓了一兩條成功 然後他就過來跟我說 怎麼那個小秘訣 小秘訣就是啊 這個耳 然後跨上去以後 那個海蟲從後面這裡上來嘛 他一上來的時候 想要把東西扯下去的時候 他的頭會先拱起來 他一拱起來的時候啊 你的大拇指就靠在他那個後面 然後一定要跟著沙子 那個沙子去 一掐他他有摩擦力嘛 然後那個沙子就可以止滑 你就可以很容易的把它拉出來 那一開始我都掐不到 不管怎麼抓都抓不抓不了 好 這一隻 這隻就還可以 用這個海蟲釣魚啊 效果真的是不錯 尤其是沙灘的魚類啊 我用這個蛤蜊 或者是用那個蝦仁在這裡啊 雖然也可以釣到魚 但是用這個海蟲在釣魚的時候 會特別快 今天啊 是我自己用那個 GoPro錄影的 待會兒啊 只要帶一個我朋友幫我錄的 那個就會比較明顯 好 這隻爬蜊 太淺了 這隻爬蜊 船把蜊的魚 超小人的魚 天正在封起來 這樣子 這隻爬蜊 就是 裡面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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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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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